有神保护你 不怕恶势力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那红书第二章 根据古代的战争记录记载 亚树军队是穿有蓝色记号的军服 而马代和巴比伦联军 则是穿有红色记号的军服 那红先知在这一章 精准预言了亚树将会受到神的审判 败在红色军团的手中 陈我们一起来读那红书第二章 那红书第二章 尼尼维亚 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 你要看守保障 紧防道路 使腰强壮 大大勉励 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 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 因为死地空虚的 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 将他们的葡萄汁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精兵都穿珠红衣服 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 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伯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 车辆在街上急行 在宽阔处奔来奔去 形状如火把 飞跑如闪电 尼尼为王招聚他的贵咒 他们步行半叠 速上城墙 预备挡牌 河闸开放 宫殿充没 王后蒙羞 被人掳去 宫女垂凶 哀鸣如歌 此乃命定之事 尼尼为自古以来充满人民 如同去水的池子 现在居民却都逃跑 虽有人呼喊说 站住 站住 却无人回顾 你们抢掠经营吧 因为所积蓄的无穷 华美的宝气无数 尼尼为现在空虚荒凉 人心消化 双膝相碰 腰都疼痛 脸都变色 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未养之处 在哪里呢 公狮母狮小狮游行 无人惊吓之地 在哪里呢 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 为母狮掐死活物 把撕碎的 掐死的 充满他的洞穴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与你为敌 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 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哨状狮子 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 你使者的声音 必不再听见 尼尼为尘 原本是最繁华热闹的首都 但它最后的光景 却令人不声唏嘘 过去 雅树抢取豪夺而来的一切 全都化为乌有 亲爱的朋友 南国犹大原本很害怕雅树的势力 但神的公益和应许 真实地兼顾了他们的心 也许在你的生命中 又像雅树这样 令你困扰 害怕的人事物存在 但相信 神今天就要用这段历史来安慰你 别担心 当你全然依靠他 他的公益就必为你写出来 他也要用双臂来保护着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为我挪去恶者的阻碍 得享平安 不需要再恐惧担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有从神而来的平安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